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温孟昕 我现在是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从2021年1月1号开始 北京市就启用了医保电子凭证来进行就医结算 这就意味着患者可以不用再拿实体的医保卡 而是只需要扫码就可以来进行就医结算了 那么今天我就要来体验一下 用手机扫码的方式来挂号 首先我们要开通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 好,我的医保电子凭证是已经开通过的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用这个二维码去进行挂号 走吧 您好,我挂一个皮肤科的号 可以,您好,就处置您的医保码 处置您的花票和挂个人 好,谢谢 刚刚我已经通过这个扫码挂号的方式 分别的在柜台和自助机上挂了两个号 那么全程都是使用手机来操作 只是需要扫一扫医保码就可以读取到我的医保信息 那么患者们对于这项举措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看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就像我今天都没带卡 我觉得补卡挺好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用手机嘛 那一个手机能把所有事都办得最方便 只要说这个后期就是没有什么使用风险的话 可能就是会慢慢大多人都去采取这种方式吧 一旦我们这个电子码上线之后 我们做到各种各样的人脸识别 各种身份认证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实现的是 我们的医保卡可以在线上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医保码 在线上就可以把互联网诊疗这块能够缴费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患者就可以在家里 就可以做到我们各种各样的缴费功能 现在我们还需要刷卡 后续就刷脸了 刷脸识别这件事呢 在北京个别医院正在四点 就像刷脸支付一样 那后续就是只要自己走到哪 就是一个最大的瓶子